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第一次 这次八点档真的很多火花 原来陈美凤要跟应彩玲以及洪都拉斯合作八点档 三大资深演员同台标系 网友们纷纷表示很期待 曝光的近照中 陈美凤穿着深蓝色衣服打扮休闲 被外界誉为最美欧巴桑的她 现年64岁了 她无论脸蛋还是身材都保养得宜 难怪至今仍能出演女一号 反见露面的应彩玲不知不觉已经61岁了 她穿了一身卡通衣服出镜 看起来有点像睡衣 尽管她穿得很厚实 但仍能看出来她的身材很鲜瘦 全身上下看不到一丝明显的坠肉 状态大好 近年来几乎销声匿迹的应彩玲 原以为她会一直消沉下去 但却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老态 状态保持得很好 事实上映彩玲年轻时就非常瘦 身高一米六五的她 体重长期维持在一百多斤 只是她生了孩子之后 肚皮皮肤变得松弛 没有以前那么紧实 去年她接受了健身中心的指导 拼命锻炼身体 加上合理的饮食 她瘦了十斤 皮肤也变得紧实 看起来越发的精神 为了维持这个状态 映彩玲透露 除了每天做瑜伽 下午两点以后她就不再进食 从来不吃晚饭 不得不说 她真的比很多年轻女星都要拼 说起映彩玲的名字 可能现在很少人知道 但说到早期林青霞主演的《中国女兵》 你可能就对她有印象了 映彩玲在里面饰演女二号 刘晓慧 踏入娱乐圈 是映彩玲一生不幸的开端 映彩玲出生在台湾的一个富裕家庭 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二十岁时她读了商科的高校 原来的人生并没有当演员这一想法 然而上天似乎不忍心让她较好的容貌和清新的气质被埋没 一次巧合 创销作家玄晓佛见到了映彩玲 当即就被她给吸引了 身为她的形象 非常贴合书中角色 于是直接倾定她为一溪流水的女主角 映彩玲这个艺名也是由玄晓佛为她起的 轻盈跳跃 灵动轻易 是她对气质最好的阐释 以前没有任何演习经验的映彩玲就凭借自己的天赋和灵气完成了作品 电影上线后一夜爆红 映彩玲也突然成为娱乐圈新贵 无数导演向她抛出橄榄枝 她一举拿下了六部电影的女主角 她最经典的荧幕形象 莫过于笑傲江湖的《月灵山》 娇欢可爱 天真活泼 几乎就是本色出演 这之后又出演了一系列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 与钟镇涛合演的《美丽与哀愁》 谭永林合演的《暑假公读生》 应彩玲对待感情也像《月灵山》一样执着 在她风头正盛时 与同为演员的徐明坠入暗河 原本以为两人只是谈恋爱而已 到时候自然会分开 没想到应彩玲与徐明相恋不久之后 就宣布要结婚 应彩玲的父母极力反对这门亲事 认为两人名气 家庭都差距太大 并不般配 应彩玲自然不同意 坚持结婚 与家人一度闹到反目 甚至扬言要断绝亲子关系 后来她已已经怀了徐明的孩子为理由逼迫父母同意 这才终于如愿嫁给了徐明 并在82年结婚 在事业上升期突然宣布结婚生子 对应彩玲形象打击很大 不过她并不十分在意 直接宣布吸影 在家吸心相夫教子 幸而徐明还算争气 努力工作供养家庭 这段被人唱衰的婚姻也被经营得有滋有味 虽然当时应彩玲在影坛只有三年的时间 但她已经主演了13部影片 更和同期的胡惠中名气相当 应彩玲付出后在演艺圈地位也大不如前 曾经她被认为和林青霞长相酷似 而被称为接班人 有望做出一番大事业 但港台娱乐的黄金时期 更新换代的速度飞快 不再年轻的她已经没有以前的资本了 不仅事业平平淡淡 没想到的是 连她非常看重的家庭也出了问题 2004年 应彩玲的第一胎女儿徐子婷去世 年仅23岁 事后应彩玲才知道 徐子婷因为初恋男友不断出轨 而患上了抑郁症 痛苦难忍 最终留下了一纸遗书 选择跳楼 当时应彩玲难过到走路都需要人搀扶 好几年走不出伤痛 不过对于当年女儿情伤的对象 她也表示 自己已经选择原谅和不追究 因为即使追究了 自己的女儿也无法复活 而自己看到这位男生过得很好 所以也已经释怀了 女儿的离世也将应彩玲彻底打垮 多年来沉浸在悲伤 自责等等情绪中难以解脱 她变得喜怒不常 对丈夫也不闻不问 两人一度闹了分居 不过后来应彩玲渐渐意识到 这样度过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巧合的是想通后的当天晚上 应彩玲就梦到女儿让她安心 于是她又重拾了生活的信心 应彩玲甚至认为自己去世后不用告别事 投机 直接把自己的骨灰丢到臭水沟就好 现在的她已经看穿了生死 不再多添烦恼 碰闲的时候她常常练习瑜伽 在呼吸间感受生活 最近应彩玲接下了生死接线源这部剧 生死接线源是台湾首部 契娟协调失职人剧 饰演死者家属的应彩玲 听契娟流程时 无法接受儿子可能挠死 反呛 只有老天爷可以带走她 我只听老天爷的 首播后网路上讨论不断 有网友大赞 曾历经丧女之痛的应彩玲 愿意接下这个角色相当勇敢 那场景让无数人为之哭泣 可见其演技丝毫不弱于当年 如今爱女已经走了17个年头 应彩玲也是坦言 已经看淡了生死 曾对自己的小女儿说 等我走后 不要举办告别仪式 直接丢到臭水沟中即可 不过在其旁边的亲戚人提醒 会影响到后代 才改口要树葬 海葬等 当然也考虑捐献 看来应彩玲对人生看得越来越豁达了 不过说完之后 她也笑笑表示 其实自己的身体并不是很差 所以如果自己真的有一天离开人世 也会考虑器官捐赠 再一次回想当年的事 她始终认为当年的选择是对的 最后还忍不住夸赞自己 我觉得自己做得很对 不后悔 现在的应彩玲 整个人看起来阳光开朗了很多 没有前几年那么苦相 让人差点忘记 她曾历经困难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